不止内房,物馆股其实都受到拖累 有人说是否还不跟他们试试 你刚才也说其实不是,也有影响 物馆股又怎样看? 有影响的,但是这一刻关系 都同意,还未立刻住 但是股价先反映了 因为最主要的影响是 会怕物馆未来的盈利增长会慢得很重要 因为很多次说物馆和内房的关系紧密之余 其实物馆是有点滞后于内房的 你看到今年上半年 或者过去这两三年 物馆的业绩增长这么强 完全反映着早一两年内房的卖楼 但是刚才提到 譬如今年开始,特别年中打后 很明显内房卖楼是跌了,慢了 变相会令到之后,例如下年 可能物馆的盈利增长会放慢 不是说没有钱赚,不是说有倒退 但是如果只是说放慢也好 可能由以往五、六成的盈利增长 有些整倍流上的 慢慢慢到可能只剩下两三成 那只是这样去减慢了盈利增速 你的估值都已经是要拉下来了 即是以往平均都整三、四十倍 部分迫伏整五、六十倍都见过 但是如果你未来只是走得 那两三成的增长都已经叫做好的话 那其实你是要调的 所以我觉得股价很明显 正在反映这个估值下调的情况 但是至于调了多少 这个一来要看内房件事如何处理